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游是小甜阿血的》 与爱第171集醋坛子,连着很长一段时间 严世帆没有任何的动作,他甚至没有给路易打过一次电话 似乎那天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风平浪静的 让惊吓自己都开始怀疑,或许真的是他太多心了 严世帆在他这里讨不了便宜,这事就算是过去了 惊吓咬着笔头,还在认真思索着这个问题 但是对于他这么一个心智单纯的人 严世帆的心思他根本不可能猜得透 敲门声将惊吓的思绪拉回现实里 惊吓使劲甩摔脑袋,算了,不想了,就这样吧 嗯,你怎么过来了? 惊吓仰头看着岑乐,他们平时几乎没有什么交集 偶尔在路易的办公室碰到了也只是汉手打个招呼而已 那天,他那么明显地护着他之后,他们才渐渐有了些交情 但也仅限于见面时会说句话,再无其他 此刻在他的办公室出现 倒是有些出乎意料了 岑乐有些羞涩的笑笑 背在身后的手,渐渐挪出来 一只精致的小盒子摆在他桌上 看不出是什么东西,也看不出他的价值几何 我知道,我能继续留在松柏工作,是你帮我说了话 这份小礼物就当是一点小心意,谢谢金老师 我只是随口的一句话,不用这么客气 况且那天你也是为了保护我才得罪了严总 这件事该我跟你道谢才对 今夏把盒子又推了回去 事已沉乐坐下 看着他憨直的笑容,板正的身姿 今夏心里暗叹 到底是当过兵的男孩子 刑事做派完全没有其他员工的狡诈圆滑 换成一般人,那天遇到那样的事怕是避之不及 唯恐招惹了大领导会让自己丢掉饭碗 也就只有岑乐这样的人 才敢不计后果地护着他 只是一盒小点心,不是什么贵重的礼物 岑乐赶紧又把盒子推了回去 有些紧张地看着今夏 今夏挑了挑眉 看看那盒子,又看看岑乐 确定只是一盒小点心之后 他才找了剪刀,开始拆盒子 一盒点心,干嘛还要这么费事地包装呀 今夏一边说着 一边笑吟吟地拆开盒子 打开之后,他就笑不出声了 的确是一盒点心 但这个盒子出自京城里最好的酒店 这盒点心的价格,起码是他三四天的工资 今夏拆着盒子的手慢了一些 却也没有停下 他的一片心意,他不能拒绝 这家的点心,的确做得很精致 配上一杯陈皮普尔才最好 走吧,正好你也入职有一段时间了 跟你聊聊天 今夏拿了点心换到沙发边坐下 柜子里还有路易拿给他的菊普 正好泡上一壶就着点心,解解腻 午后的阳光有些慵懒的暖意 拢着今夏的半边身子 染出一圈柔柔的光 陈乐挺直身板端坐着 两手乖乖扣在膝盖上 像是随时等待今夏指令的士兵 今夏将泡好的茶和点心一起推到他面前 笑容比深秋的暖阳更令人舒适 来了这段时间还适应吗? 和陆总的合作上有没有什么问题? 适应,陆总人很好 对我也很客气 松摆的一切都很好 没什么不好的 陈乐握着茶杯 描描的茶香 隐约夹杂着今夏身上那股浅浅的气息 一同钻进鼻腔 让他有一瞬的谎神 他低垂眼眸将茶杯往面前送了送 茶香渐渐掩盖了今夏的气息 他的心神也渐渐安定了一些 今夏汗手捏着一小块点心浅尝一口 两人一边吃着点心 一边聊天 今夏很懂员工谈心的技巧 每一个问题都细致地贴合了员工的心思 却又暗藏着明确的目的性 陈乐完全察觉不出今夏的目的性 只体会到他对员工的关怀 陆毅进来的时候 就见今夏和陈乐以窗弦坐着聊天 不知道是被阳光晒的 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 陈乐的耳朵红红的 陆总 陈乐见陆毅进来 立刻放下手里的茶杯 恭恭敬敬地站起身来 今夏闽唇暗笑 刚刚还说不怕陆毅 这会儿一见着他又像是见着猫的老鼠 陆毅垂眸看一眼茶几的点心 微微汗手 陈乐赶紧和今夏打了招呼 匆匆退了出去 临关门前 悄悄又看了一眼今夏 陆毅挑了挑眉 有些不屑地扫一眼今夏 故意往办公桌的方向走 大白天的跟我的司机一起喝茶吃点心 金老师挺有闲情雅致的嘛 人家陈乐特地带了点心过来 感谢我替他美颜的 我正好借着这个机会跟他聊聊工作 也算是人力谈心了 今夏拿了点心过来想给陆毅尝一尝 陆毅低头看清那个牌子 眉头又凝了凝 他一个月才多少钱 对你倒是挺大方的 这一盒点心得顶他好几天的工资了吧 所以你要对他好一点 这样的司机可以考虑长久培养留用 啊 今夏的话还没说完 手腕吃痛 随即被陆毅拉进了怀里 今夏挣扎着瞪他一眼 刚刚他进来的时候并没锁门 此刻万一有人不小心闯进来 就麻烦了 陆毅手臂牢牢固着惊吓 将那份点心从他手里拿走放到一旁 陈乐年纪还小 以后没事离他远一点 万一小伙子眼花看上了你这个老阿姨 你可就醉过大了 陆毅用力捏捏金夏的脸颊 男人的敏锐 让他准确判断得出陈乐的心思 小男孩很容易被金夏这种成熟知性的外表迷惑 贪恋这样稳重又漂亮的姐姐 金夏疼得呲牙咧嘴的 狠狠白了陆毅一眼 你才是老 嗯 他的话被他堵了回去 陆毅才不管 陈乐心里究竟怎么想 他只需要提醒金夏 远离这些有危险心思的小男孩 毕竟他现在还是单身的名义 很容易给小朋友遐想的空间 请不吝点赞订阅